东四红法市场是为了纪念空海大师而举行的集会 从1239年开始 每个月21号都会如期举办 每次都有一千多家左右的店主在露天摆摊 据统计到访的人数每次都有20多万 当然现在是疫情期间 人数就没有那么多了 无尘每周带您去古董集市逃货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订阅 或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 谢谢 做典型的老模子 上面有两朵樱花 今天的天气挺冷的 而且风特大 集市是人放松休闲的好地方 你看连小狗都特别爱来集市 这只小狗在等主人特别乖 这是个很老的九股烧 这个犹豫了半天没买 因为太贵了 人比差不多一千块钱 我基本上有下来集市 有没有它的经历 所有人都是超币 数百年 最后一千块钱 对uti店 他们以后 所有人都可以 对付出 感動 这小杯子太好看了 江户时期的 非常真贵 也非常贵 很薄和做的 他喜欢的片条 对特别美 很贵一千多 自己后来画的 不是贴面盆这样子 现在都已经到春天了 反而特别冷 京都这地方冬天一般不是特别冷 到了春天估计因为有风吧 所以天可冷 这一小盒子 可以打开 明天就可以打开那种小盒子 抢在摊主收摊之前把这个盘子买了 这盘子差一点就被那个摊主给收起来了 这个阿图木多好啊 多谢 看那窗户 我们这家子真贵啊 看到了 差不多了三天 这边的底片插进去 哦 这是可以 关上的吗 这样的 一波都看 嗯 这个姐姐的摊位每次必来 甭管买不买东西看看也好 她的东西感觉特别不错 都是她精心挑选的 每一件都特别有特色 哎你看这个多好玩啊 它是可以合上的 刚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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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好 这个真好 嗯 嗯 像不像我那个发皮啊 嗯 最近对这种或者和服上或者烟袋上的小的明智金工的配件特别感兴趣 到这个摊位上总愿意多看一看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吧 我看大家收摊都挺早的 现在还不到三点呢 很多摊位都收起来了 我们也准备走了 刚才买了几本书 现在车上一边打发时间一边欣赏一下 都是关于书法应客方面的工具书 这些书如果不看年号 真的就以为是中国的呢 全都是汉字 反正很多字都写得很漂亮 你看风平 有三要 远体质 远体货 有三个 我们家这边的车站附近有个购物中心 我们在这里吃个下午饭 最近发现这个长崎蔬菜杂烘面挺好吃的 连着吃好几次了 来一个炒面条 一个饺子旧炒米饭 我这个是炒米饭旧饺子 特别小特别小的一碗炒米饭 他们这个饺子都是用旧米饭 就不像咱们是单吃饺子 饺子是一种菜 所以这个饺子特别咸 它就当菜吃了 这饺子还不错 我感觉这个饺满有点不够 是吧 吃太辣了 在集市头火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别忘了观看购入品介绍 谢谢大家